好,正片開始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做新型烤肉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小小的容器 然後把蔥先切成絲 接著呢,將這個切成絲的蔥 放到之前準備好的容器裡面 放進去之後呢,再加一點點 那是什麼油啊 再加一點點麻油 然後我們適當的教它攪拌攪拌 那攪拌到你覺得差不多之後呢 我說攪拌到你覺得差不多之後呢 攪拌到你覺得差不多之後呢 那居然加一點味道香鬆進去 然後再把你剛剛攪拌好的蔥 裝到你事先已經準備好的蔥裡面 再攪拌攪拌 接著,準備兩個大小不一樣的容器 比較小的那個,倒入事先切好的蒜頭 比較大的那個,倒入事先準備好的這個烤肉醬 那你如果想說,如果我要準備兩個形狀大小一樣的容器 可不可以啊,答案是當然可以 接著我們準備一個空盤子 在空盤子上面灑入少許的這個麻油 然後對麻油進行一點點的調味 那吳太太在現在所使用的調味呢 這個粉紅色的東西其實是玫瑰鹽 這個盤子哦 剛剛大家灑完麻油跟調味的盤子 是稍後要醃烤肉用的 那現在吳太太呢 在準備其他的配料 包含事先拌好的這個蔥 蒜頭 烤肉醬 切好的辣椒 現在正要放入的是泡菜 那當然新型烤肉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靈魂的主角 就是這個韓式的辣醬 Yan Go Chujujang 哎呦 吳太太居然還在這個韓式辣醬當中 加入了等量的這個味噌 那究竟用意在哪裡 請大家記得看到影片的最後面 好,那在這個沾醬的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加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大地之母所孕育出來的土壤 那加土壤的用意是什麼呢 因為吳爸爸最近沒有工作 只好天天吃土 那加完水之後呢 我們再將這個沾醬適時的適當的進行攪拌 那喜歡再吃辣一點點口味的朋友呢 吳太太這邊有多準備了辣椒片 鹽巴還有一些麻油 進行做額外的沾醬 好,到了這邊 我們沾醬的配料就準備完成 接下來呢 吳太太要煮的是湯品 今天要做的是泡菜豆腐湯 那泡菜豆腐湯所需要的原料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一鍋水 豆腐 泡菜 一些調味料 然後把它煮到沸騰加熱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它喝起來什麼味道 嗯 好像可以再加一點香油 好這樣子 泡菜豆腐湯就大功告成了 接著是大家期待已久 今天的主角重頭戲 我們的洋蔥 準備登場了 先把洋蔥煎一煎 等一下肉就會來了 好,肉終於登場了 好,那吳太太現在做的就是稍微把這個肉醃一醃 如果還有印象的觀眾們 應該記得稍早你已經準備一盤香油跟鹽巴調味完 的這個醃製 那這個肉稍微沾一沾 這個香油跟鹽巴之後呢 就放到這個大火剛剛熱完的鍋子 讓它表面煎成金黃色 那我們現在來聽一下這個煎肉美妙大自然的這個交響樂 其實這個豬肉本身會出油 所以剛開始不用倒那麼多的油下去 你看吳太太弄得好像在炸這個肉一樣 唉唷我的媽呀 好,那在真正開始用餐之前呢 只要把剛剛煎好的這個肉 稍微剪成好入口的這個塊狀大小就好了 那吳太太很貼心的 幫現在正在收看的觀眾朋友們 把她自己的臉上打上了一層馬賽克 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大家可能在觀賞 或者正在用餐的這個食慾 好,花了這麼多時間準備 今天吳太所做的這個新型烤肉 究竟好不好吃呢? 我們來看看 耶!好吃! 欸吳太你為什麼在沾醬裡面加味噌啊? 其實我想喝味噌湯 但是我已經煮了泡菜豆腐湯 我想說就在沾醬裡面加一點味噌 這樣我吃的時候能夠吃到沾醬的味道 又能夠喝到味噌湯 那你有沒有想過在你的化妝品裡面加一些馬賽克? 為什麼化妝品裡面要加馬賽克呢? 這樣你以後化好妝走在路上 也不用再打馬賽克啦 喔拜託 我人這麼漂亮天生一直 不管是化妝不化妝 走在路上都備受矚目都是萬人的焦點 好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吳太太主婦生活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吳太太現在要開個新的粉絲專頁 如果OK的話 也麻煩大家過去那邊按個讚喔 連結會在下方 掰掰 掰掰